今天天气不错 旁边还有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蝴蝶飞走了 来看看报吧 我们来看看 也许我们真的收到了什么呢 小战争面临全所未有的经济回升 又一只不是什么品种的蝴蝶飞走了 我差不多也看完了 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这边是神前洛夫人 今天神前洛夫人给大家带来一款 广为大家所了解的手 其实这次有一点点特殊 这是一款广为神前洛妈妈所了解的手机游戏 名字叫做梦幻花园 这款手机游戏到现在已经有两周年了 之所以给大家会介绍这款手机游戏 你们或许没有办法相信 这款手机游戏 真的是神前洛妈妈经常玩的游戏 然后让陆夫人我瞧见了 然后人家就说 这个你们能不能来帮我 这个来宣传的手机游戏 我这不是这不是洛妈妈愿意玩的手机游戏吗 当然啊 这个真无旁贷就交给了我这个神前洛夫人的现象 正常大家所看到的这样也没有错 我们的梦幻花园 这款手机游戏呢 它是由三销作为游戏的主体玩法 但其实我们各位玩家们更多的时间是在我们的梦幻花园里面 装扮自己的这个庄园 我们在装扮装园好之后就可以获得很多新的 比如说什么喷船或者是这个草坪来进行装饰 然后装饰之后 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装饰或者是进行更多的游戏呢 就让大家看到了这样 我们呢 要在规定的部署之内来完成三销 去销这个小水滴 old tomato 销这个紫色的这个 大家看到的葡萄 葡萄销完之后会得到神奇露炸弹 神奇露炸弹合到一起呢 就会变成大的神奇露炸弹 之后呢所有的目标就会完成了 碰 很长的简单 哎 目标完成之后呢 通过上鱼的部署可以获得更多的路撒战 然后再碰碰碰 你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更多的金币 把你拿更多的金币就会去购买更多的东西 嗯 哇 哦 那雕像是参考照片做出来的 哈哈哈哈 没有错 这个游戏啊 可能有一点点怎么对大家说呢 算是一种这个另类的缺望啊 就是一般的大家现在时常所玩到的游戏呢 里面一般不都是一些魔女啊 或者是什么满红小脚比小脚帅高之类的 而这个游戏找不同啊 你们看到了 没有错 这个游戏我们再可以换这个草皮的风格 换我们的这个 啊 这个喷泉的风格 此外呢 我们最多互动 而且可以说是我们所操作的主角呢 是一个 这个发际线 而陆夫人我即将追上这个发际线的一位大叔啊 叫做Ostic 也是我们的这里的这个管家啊 其实说是管家 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主能的存在 嗯 总的恭喜我们这样的任务完成了啊 今天任务到此啊 就可以够一段落了 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兼变 到了晚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庄园的晚上的场景 他还会跟我们打招呼啊 万啊 使用强落后人 然后现在一天就少开锁了 嗯哼 啊 走过去一看 打开我们的这个庄园 哎嘿 哦 这片花园我们已经打开了 嗯 嗯 记得啊 在黄角黄角亚强 我们这个庄园还非常鼎盛 小镇还非常荣光的时候 我们将其装扮的非常非常的秀丽 非常非常的华美 但是到了后来 一切都破败了 我们应该去恢复啊 庄园去重建它 然后恢复我们的往日美酒 但是这里其实神奇路夫人 我每次看到这个过场动画 我都想吐槽 这么大个庄园 我们就只有一个奥斯丁啊 他竟然能够回忆起这以前的事情 你说就其实即便是你住再多的工人啊 这么大个庄园 就光这么一小块地方 基本上就需要一个工人来这个建造的 而我们大部分时间呢 都只有他这一个人来干 哼哼哼 我觉得他每天把整个庄园清理完之后 他这吃饭的时间都不会有了 哎 好的 那么咱们接下来 为了恢复往日的庄园 请让我们继续的 再次的进行游戏 来开始我们的三销过程 这次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 old tomato 把old tomato 好在这个old tomato上面的一个吧 这应该是这个old apple啊 不过old apple 你如果合到一起的话 他们就会碎裂 碎裂之后就是什么 我们要算就是bad apple 这里可以说啊 我们的这个三销的系统呢 比较啊 很像是我们 如果大家有以前玩过的一些三销游戏 我们的这个三销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三销呢 解决有些地块 或许有这个封印 然后把封印解除之后 可以获得 流外的这种的道具 然后呢 三个为最基本的三销 四个是大销 然后五个 获得五个以上消息的可以获得炸弹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呢 增加我们的分数 金币 炸弹 神奇的烙炸弹 干得好 哇 好的 那么呢 这个游戏啊 随着咱们进度的推进展开 不光可以解锁这样的 呃 非常大 非常多的这个花园 这也就是史上前路妈妈 最喜欢玩的地方 啊 这也就是神奇路妈妈 你们或许不知道 这个神奇路妈妈玩这种游戏 他一般 他 我跟我的妈妈就是两极分化 我的妈妈特别喜欢 呃 就在这种地方慢慢的抠 而神奇路分子 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 使用 作弊器 一种蓝色的和一种绿色的作品器 但是神奇路妈妈是不用的 所以说呢 他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大多时间都在装扮自己的这个花园 啊 做扮得很 惊喜啊 让大家看到的这样 我们除了这几本玩之后呢 还可以进行一下和其他NPC之间的互动啊 而且做得很搞笑啊 不过这里面说实话 我看了一下 大多是这个美式的幽默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解锁了场地之后 大家呢 会解锁更多的这个NPC啊 然后呢 我们在闯关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这个动态啊 就是吐槽 其实你们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这个游戏在他们啊 希望神奇路夫人给他们宣传之前呢 路夫人我自己也是有这个偷摸玩过的啊 帮我帮我的神奇路妈妈玩他的这个账号 他的这个消除啊 这个三消的难度 就我所打过的这几个关卡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适宜的啊 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忙里偷闲的时间去玩 或者是说你玩某些手机游戏 他们可能每天只能玩上的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玩完之后 哎 你吃下的时间 你没吃不吃就可干了 哎 就可以在这种三消游戏里面来打发打发时间 这样更多余的时间呢 嘿 我们就可以来啊 装扮一下自己的家园 大家看到这个也就是传统三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模式 我们呢 每个果实下面呢 有这样的地毯 你销过一次之后 这个地毯就会消失 然后呢 就把所有的地毯全部消失 来获得它背后所获得的东西 或者是这样解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没有错 话说 这种小消给火箭 大消给炸弹的这个设定 似乎应该是这里面先有的吧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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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 这种消除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都是一些 呃 人畜无害 比较容易过神 同时呢 这个花温也很简单的 这些 哎 什么 就像我说的压力 苹果啊 还有葡萄这些东西 其实我 这里入分 我其实蛮建议官方 随着游戏的这个进度提升呢 啊 他们肯定是会获得更多的新的东西的 其实我就有一个想法啊 我说 他们官方就已经会不会跟我听啊 这个也是神圈录妈妈说的想法 就是你看这个苹果啊 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红苹果 你可以通过升级之后啊 呃 让这个苹果变成别的颜色 比如说啊 这个苹果再加上更多的这种 粒 就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化粧做法 比如说那个梨 它不是这个黄色的梨 你可以做成 就半青半黄 苹果呢 就做成这种 这个半绿 半绿半这个红 就说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是个青苹果 然后后来呢 就让这个苹果变成这个半绿半红 然后后来再给它这个红苹果 出现这样一种 见面的颜色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真的是在这游戏里面你是一天一天当中过去的啊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这个是鹿妈妈的一个吐槽啊 都说都变完下来这个 我都是长得这个样子啊 都是红色的 他觉得不科学啊 妈妈觉得不科学 那我也只能觉得不科学 好 这样讲的 接下来收集是我的装饰品 然后呢 来获得这个其他的一些内容 嗯 好的 那么神奇路分 我这边啊 准备去盖我们这个庄园 稍微靠右边一点一点的这个小花园 但是说实话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是地球上啊 地球上 这这很明显 一看这就是属于欧洲或者是啊 这个美洲啊 地广人稀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荒废了这个庄园 荒废了正常的时间 都可以一点一点的盖回来 也没有人来抢过地球 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 你如就一直荒废下去 租金毕金啊 还是要用你自己来付的嘛 是不是 租金毕金 还是要用你自己来付的 自己去经营这么大的地方啊 就这位我们的这个管家啊 建主人啊 你也是辛苦了 你也是辛苦了 那后要说就是 为什么这个神奇路妈妈 特别喜欢玩这款游戏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布置啊 非常的人性化 他并不是说 你要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啊 拉这个格子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边去布置 我想做一个田子格 或者做个方子格 他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布置的位置 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所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去选择 在这里面放上怎样的不同的装饰 固定的花瓶位 固定的花瓶 草瓶的瓶啊 那个有一个专属名叫花瓶 固定的这个花瓶的位置 你去选择不同的花朵 来放在里面 而放完 而选择完之后呢 怎么去摆放 他们都来替你解决了 这个话 对于陆夫人我这种美术扑手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棒的 颜色会调 那个去构建他们这个会图画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伤脑子的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伤脑子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教授 出现了意见分歧 他的这个名字吐槽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这个花园里面 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狗 这个狗还为了一个这个红眉睛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狗比较喜欢摸鱼 好 这些石头可以防止人们 随意践踏这个草坪 其实这只是防君子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还是这种很欧式的 这种水石喷泉 我们这边呢 加上了一条红色巨龙 就变成了咱们这种忠实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进马路地区 我们这个左边的花园呢 也开启了 开启之后呢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星星来解锁 为其换上这个崭新的分貌 这样呢 就叫我们更多的去进行游戏的内容了 咱们这就是咱们接下来 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设想 好的 我们到了第二天呢 也有属于这个第二天的日常任务 其实这个游戏里 看大家看中间有一个城堡 说不定这个城堡里面会放礼花 大概是在晚上八点的时候放礼花 然后踹了个一圈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只神奇的号子 站在神奇路夫人我的背后 你再这么说下去 你会收到这个神秘文件的 那么神奇路夫人我就不说下去了 咱们来进行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游戏里面这些人 这个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主角 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主角的朋友 同时也有他的家人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老头叫做这个威廉 他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游戏的 主角Austin的父亲 还有刚才看到的那个白头发的那个 Olivia那个其实是他的母亲 这么看起来 说实话 真的是有一种小孩子在看父母 这个朋友圈 父母的这个微信圈 朋友圈 外国的这个 外国的小孩子 看父母Facebook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另外我这个东西 我真的还是想再说一下 路上圈路夫人 我要一边玩一边拍的桌子 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注意到 真的这种三肖类的游戏 一般我们的主角不是一些很可爱的 这边一个小吉祥物 比如说什么铁憨憨 不是就这种小吉祥物 或者是帅哥美女 Handsome 我来引导你 小可爱 谢谢你 小哥哥 我来引导你 一般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个游戏 竟然使用了一个发迹性很高 看起来差不多是一个40岁 50岁的大叔Austin 这个我只能说 他们游戏制作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想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想法 所以说在这个大叔身上究竟能够见到很 就能够见到怎样多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估计你只能就一边的往后玩游戏一边才见到 真的 他应该很有钱 我刚才这么说的话 他应该是很有钱 我刚才说你有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对 你有事情要做的话 就是先去管理跟钱有关的关注 你知道我还没看过这本书吗 好得不剧透 你打开搜的一瞬间 忽然需要所有人需要你 等等 我什么装摄像上来 真的是 或许人家的别的游戏靠外貌 而我们的梦幻花园靠的就是礼貌 不是礼貌靠的是吐槽 对了 各位观众们可千万不要忘记了 还有非常主要的事情 没有错 那就是我们的梦幻花园 最近推出了 最近推出了非常漂亮的古风皮肤 大家也要记得关注 好的 那么神奇路夫人今天广为大家所了解的手机游戏视频 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 我们希望大家来一起来庆贺 没有错 梦幻花园已经两岁了 希望大家能跟路夫人我 还有神奇路夫人我 一起来收集制作周年蛋糕的素材 共庆两周岁的生日吧 那么这里是神奇路夫人 下次我们广为大家所了解的手机游戏视频 再见